Nikon Z9 正式公佈了第四條預告片 這條預告片相當隱晦 HELLO 大家好 Nikon Z9 第四條預告片剛剛出了 這條預告片居然沒有任何文字線索 這條影片很簡單拍攝一群運動員在沙灘 一起競賽 一個速度的表現 攝影師在旁邊拿著最新的即將公佈 即是即將亮相的100-400變焦鏡 SZ-mark的鏡頭 拿著鏡頭來拍攝一群運動員 結果在最後帶著黃色劇帽 好像Nikon Logo的黃色 最後就取勝 看一看旁邊帶著紅色和橙色劇帽 有什麼寓意就不知道 這條影片看到什麼呢 它沒有任何文字的viewfinder 都沒有任何數據給大家看到 其實很清楚看到Nikon 相片顯示什麼呢 顯示它這部相機拍攝動態相當厲害 而且完全沒有blackout 就是在viewfinder那裡 完全正在看同一個 有些人形容說它正在看OVF一樣厲害 現在我純粹看Youtube影片 很難去判斷它是否達至EVF等於OVF這麼厲害 但問題是肯定沒有blackout 記住看OVF也有blackout 不會拍攝飛鳥的朋友會知道 拍攝飛鳥一樣有blackout 不是電子快門 這部相機競載 所以Nikon顯示它現在這部Z9 是完全沒有blackout 即是在拍照的時間 viewfinder不會拍攝 拍拍拍的 就有點黑了 雖然不是用單反相機 沒有反光板 但無反相機都會有blackout 有個可能這部相機 Z9真的在機械快門 給大家一個相當驚喜 這驚喜是它完全沒有機械快門 或者這個機械快門快到 即是猛到完全沒有blackout 真的不知道 等Nikon公佈 另一件事 有人看過這條片 也認為Nikon顯示它的威力 就是拍攝影片時 可以同時按快門去拍照 即是拍片和拍照同步進行 真的不知道怎樣 等Nikon公佈 這條片在一班運動員的沙灘 進行競賽 新的鏡頭亮相 肯定明天拍攝的時候 還有24小時不夠 這條片拍攝的時候 還有24小時不夠Nikon 同時會宣佈出那支 42.8相當猛的鏡頭 會遲一部才出 首先出的是這支100-400 Nikon Set系列 欠遠攝鏡 現在出了這支100-400 應該會有好處 出了這支100-400 對於一些體育運動員 已經適合了 這條片相當簡單 現在轉載給大家看看 還有24小時不夠 這條片很簡單和大家更新 直到現在 其實現在 這個Satline出了什麼資料 肯定一件事 這部相機是4500萬像素 還有一個堆疊式的 全片幅的CMOS 聽說這次不是Sony的供應 這部相機都不會公佈 從來他都不提到這件事 另外 最快連拍 從來是每秒30張 但是到這剎那 大家都在傳遞 會不會這部相機最快都是20張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收到消息 這部相機有不同的拍攝模式 一機幾用 是不是它有一個模式有30張 另外一個模式只有20張 拍到16bit RAW 最快連拍到120張 消息是這部相機拍到120張的時候 是有APS-C Crop 但是像素也會降低到1100萬像素 我明白很多朋友覺得 1100萬像素不夠用 要Crop也不開心 但是問題是 當你相機每秒120張的話 拍攝的像素一定要降低 才可以應付得到 有APS-C Crop 我覺得問題不大 為什麼很多職業攝影師 在用這些高像素相機 是要Crop去使用的 本身也是預算要Crop 即是說 如果是APS-C Crop 拍攝的等效率是1.5 即是用400mm 2.8 變成等效600mm鏡頭 光圈維持在2.8 像素要降低到1100萬像素 這是比較可惜的 但問題力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能要降低到像素 才可以達至這個驚人的速度 你記住 1100萬像素 以現在的影像科技 可以用軟件於Size 到1600萬像素 也相當漂亮 在不久之前的職業相機 即是職業級的D5 以前那些 X Mark II 都可以應付職業需要 另外 閃光燈同步是250分之1秒 它的AF模式有相當多 人眼 不單是動物眼 雀鳥眼 影車 電單車 全部都可以追上 這部相機是設定給體育攝影用的 亦是一件事 它說了這部相機 類似Global Sutter的效果 即是沒有Jelly效果 這方面是相當正的 現在拍攝這雙電子快門相機 最大的問題 Jelly效果是比較嚴重的 以前的說法是Global Sutter 現在已經解決了 無論這個是R3或A1 都說有方法使它減低這個效果 再看Nikon的說法 它會認為它的方法更加正 OK 它是相當快的掃描 即使你的相機看起來是相當Smooth 即是在Viewfinder看起來 跟OVF沒有分別 拍片相當厲害 8K 60p 8K拍到60張 這是相當厲害的 可以連續超過60分鐘 可以拍到連續60分鐘 如果拍攝4K的話 它拍攝1小時20分鐘 起碼沒有發現 這是相當厲害的 另外反螢幕是用三向的反螢幕 即是橫向時可以上下反 直向時可以向上反 讓視頻CALOI做一個觀景構圖 這方面相當不錯 重量是1公斤多少少 1020克 相當輕的相機 對職業相機來說 因為以前的相機太重 現在輕了 是一件好事 另外更加開心 就是價錢比較便宜 低於D6 以這樣表現的相機 比D6便宜 這是喜純 很多朋友 以前放棄了頂級機 覺得沒什麼需要 拿著一部Z7II都搞定的人 包括我在內 現在深度可能會買這部相機 看看怎樣 預計 我都說過 我收到的資料 這部相機在28日公佈 會在聖誕前後 會派貨 蕭精到現在都維持 總之我收到資料 這部相機是一機幾毫 很像那些 雙拼飯 一碟飯 叉燒 有油雞 一部相機有不同的用途 是不是真的可以拍片 同時拍照 真的不知道 OK 大家等24小時不夠 我只能出這部相機 可能只有20小時 就已經出了這部相機 喜歡這部相機的朋友 給個like這部相機 喜歡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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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頻道是支持的 影片結束了 我幫朋友推出 就是賽斯鏡頭紙 最後一批 這麼便宜的價錢 就是最後一批 確認了 在下一批 沒有可能維持一個超低價 現在便宜到多少 平均最低一盒 140元買到 即是買全箱的話 12盒 便宜到140元 便宜到瘋 為什麼呢 200張的賽斯鏡頭紙 在眼鏡店買的話 分分鐘50張 已經收到100元 如果買到200張 已經收到400元 有些是好一點的 起碼賣300元 300多元 現在140元 連運費送給你 相當正 就算不想買一箱12盒 買一盒的話 都是很便宜 即是170元 相對於200張 要300-400元 比較的話 半價 而且包含運費 這個價錢 如果想享受這麼便宜 可以在訂購 好嗎 盡快拍下影片給大家 拜拜 24小時不夠出 這部機器看著 我這段影片的仇名相當短 OK 拜拜 我這部機器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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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部機器看著